寒流来袭强劲的东北季风 刮起了浊水溪的沙石 造成云林轮背二轮地区灰蒙蒙一嵌 空气品质达到了红色警戒 有民众就拍下了强风卷起沙石的画面 整片黄沙随风飘扬 宛如是沙尘暴一般相当惊人 强劲风势刮起一旁膝床沙石 整片黄沙随风飞扬宛如沙尘暴 这场景不在国外 就要云林轮背二轮地区 寒流来袭带来强劲的东北季风 作为是因为河道干涸催起风飞沙 一片雾蒙蒙 严重影响行车路线 画面好吓人 民众过年前采钢大扫除 现在不只轿车房屋内 即使关紧门窗 一样积满厚厚一层沙 根据轮面站25号上午 撤得悬浮为例 每小时浓度达每立方米355维克 一路到中午都一样 空瓶达红色警戒 当天我们就马上成立了一个 预警的一个防治指挥中心 持续相关的一些作业跟监控的一些 空瓶数据 当天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 境外进来影响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环保局表示水起于河川区 启动应面措施 上场业者物料加盖加强洒水 机具扫街达35公里 高滩裸露地也执行水线喷洒 目前东北季风已减弱 空瓶也恢复良好 结果是云林猛倒